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二元一次方程式我们可以假设成ax加by等于c 这是二元一次 这也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假如有位移之数sy 那我们用一个数 一组数sy各用一组数带进去 使得方程式的值两边相等 方程式的两边会相等 则我们就称这组数叫做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那就可以用数对sy来表示 来我们看一下这数对03是不是它的解 把这边是x这边是代y 所以3有没有等于0加3 有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解 打勾 1跟4 s4带1 y等于4带进去 s带1加3 有没有等于4 有 那s带负1进去 那y带2 那2有没有等于负 负1加3等于2 有 所以这三个都是它的解 这就知道它怎么去解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了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描述 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每一组解 都可以在坐标平面上描绘出它的点 假如这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可以把这个 这蓝色这条线上面所有的点都描绘出来 当然我们真的在画线的时候 我们不会这样画那么多点 我们只取两点 最简单的就是 s带0 y带0 你可以做那个什么表格 对不对 s y 对不对 s带0 得到什么 s带0 y得到4 那y带0的时候 s得到6 可以用这样子最简单的方式去取两点 所以它就意思就是说 二元一次方程式在平面坐标上 怎么画都是画出直线来 好 这个中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二元一次方程式在坐标平面上会形成一条直线的意思 也就是任何相应两个点 相应两个点可以决定一条直线 可以决定一条直线 我们在取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取舍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任何相应两点可以决定一条直线 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式一定是一条直线 一定是一条直线 二元一次方程式一定是一条直线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二元一次方程式的画法 它的图形的画法怎么画 第一个我们会形成我们已经知道了会形成一条直线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两个点 就可以画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 直线图形 我们来方法怎么看 第一个先解除方程式的两个解 我们刚才讲过用很简单的 一个s带0 y得到4 y带0 s得到4 把这第二个 把这两点对应点在坐标平面上描绘出来 描绘出来 你看这个是60 这个是04 这个点是04 这点是04 把这两点描绘出来 拿直纸沿着这两点画出来直线 这一条直线一定就是 这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的直线方程式 一定就是这条直线所描绘出来的点 一定是这样子 没有任何疑问 画图方法就这样 先再讲一次 先解两个点 你自己可以去带这两个点 sy的点先带 你要带0带1都可以 那y带1 那也可以解除s直带 不管你怎么样带都可以 当然 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带 通常带0跟 s带0 y带0最简单 那就第二个就可以找出 画出它的对应点 第三个 连接这两点的直线 做一条直线 就是方程式的图形 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求直线方程式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刚才讲过相应两点 是不是可以决定一条直线 所以若是已知有 a跟b这两点 折过ab这两点的直线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假设成 y等于ax加b 再将ab两点的坐标 带入直线方程式中 解出ab来 就可以得到直线方程式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找出ab的两点 然后把它带进去 然后连接起来 解出ab的直来 就可以解出ab的直来 就可以画出这条直线来的 也可以把这一条直线的l 解出它y等于ax加b 把它求出来 我们下面会看一个范例 好不好 会看这个范例 怎么再去解这题目 大概了解意思 这个重点还是 求直线方程式的意思 两点可以 决定一条直线方程式 给你两点 任意相依的两点 就可以决定 一条直线方程式 二元一次的直线方程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定义 就是说两直线的焦点 假如给你两条 l跟m两条 二元一次方程式 假如它们之间没有平行 也没有重合的话 它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焦点 这两个焦点就是解它们的什么方程式 解它们的二元一次连令方程式 就可以解出这个sy出来了 这一张的重点是在讲这一个 所以当知道这两条不是平行 也不是重合的时候 也不是重合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连令方程式解除它们的焦点来 这很重要 好 我们现在来举一个范例 我们现在下面就举一些范例来 来求证我们今天所学的 试求过a10b24 两点的直线方程式 我们要怎么 我们要怎么求呢 好 我们来看我们的过程 求法过程解法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 ab两点的直线方程式为 y等于ax加b 好 这一点很重要 这时候怎么办 把0带到y s带到这边 是不是得到0等于a加b 再把4带进来 带到这边 这4是从这边得来的 2带到x 是不是得到2a加b 好 这边是第一次 这第二次 把第二次减掉第一次 第二次减第一次 是不是得到a会等于4 因为b跟b消掉了 b跟b消掉了 那2a减a是不是得到a 那4减0得到4 那再把它带回第一次的时候 也得到b等于-4 所以这条直线方程式 就等于y等于4x减4 所以这个就印证 我们刚刚讲过 任意的相议两点 可以决定一条直线方程式 那过a0跟b24 这两点的话 它的直线方程式 可以决定出来是 等于哪一个 y等于4x减4 这就是解法 那我们要怎么假设 就一定可以假设成 y等于as加b 然后去解ab就好了 记得这个观念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目 范例就是说 如果a是13 b是-1-1 那还有一个c是k加1 还有逗点k三点贡献 求第一个ab的直线方程式 又来了 第二个求k的直 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题目 我们来看下面的解法 好 第一个我们先来求ab的直线方程式 也是怎么样 设 是不是 原则上是一样的 设 ax加b等于y 所以一样把这两点 带到这个方程式里面 会得到这个方程式 3等于a加b -1等于-a加b 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b等于1 a等于2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这个等于2a等于4 所以a等于2 这个加这个2b等于2 所以b等于1 那把这个ab带回来 是不是就等于 y等于2x加1 这时候他们三点贡献什么意思 这一个点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线上面 所以我把这一个点k加1跟k 带到这个40当中 是不是可以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共线 它在这个线上 是不是左边要等于右边 左边要等于右边 带进去 k带y s带k加1 s带k加1 k带到y 所以解一下 所以解一下k等于2k加3 对不对 k等于2k加3 把k挪过来 3挪过去 k就得到-3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得出 第一个答案是 y等于2a加1 是它的直线方程式 k等于-3 是它的值 k等于-3是k的值 1跟2都解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直线方程式与向线的问题 好我们看下面这个范例 以之ab为以之数 且a乘b不等于0 因为ab不可以等于0 任何ab在分母 那方程式ax加 a分之x加上b分之y 等于1的图形 不通过第四向线 则要你求b减a负的ab 在第几向线内 好这题目我们怎么来做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求 带一个值就可以求出它 s的值 y的值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们从这边来看 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是用这样来画直线方程式 先要画 怎么画 先把x带0 x带0是不是a分之0 就是0 那y是不是得到b 那y带0呢 y带0呢可以得到s呢 是不是要等于a 由这个方程式 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子 那是不是可以画图形了 0b在哪里 0b在这里 a在哪里 0a在哪里 a0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它已经不通过第四向线 它刚刚讲过这个图形不通过第四向线 不通过第四向线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画 对不对 不通过第四向线很重要 先决定这条线 先决定这条线 那从这边是不是可以知道 不通过第四向线 这图形画出来 b是不是要大于0 a呢 在左边 是不是要小于0 那把a大于0的 对不对 减掉一个小于0的 是不是还是大于0 b减a 是不是要大于0 那-b呢 -b乘上这个东西 乘上-b会变成小于0 -b会小于0 那a是小于0 小于0乘小于0会怎么样 会大于0 会大于0 所以这个变成正的 这也变成正的 正正 在第几向线 答案是在第一向线 注意到第一向线是正 它的对 数对是正正 它的数对是正正的 注意到是第一向线 就求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范例 看一下这范例 a是17 b是47 c是-73 珠呢 是7-2 1呢 4-37 f呢 是70 6点中有几点在 y等于7的直线上 这个判断实在是 给你出这种题目 应该是很简单的送本题 y要等于7 你看这个数对里面 有哪一个y是等于7的 我们这样画出来 把y的值这样画一下 有哪几个会等于7的 一看就知道有几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y等于7是不是这个 a是这个点有 b这个点是不是也有 e这个点是不是也有 所以 这三点一定在y等于7上面 所以答案选什么 选c 好 这一点答案选c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范例 在坐标平面上 若aba在第三项线 则ax加by加ab等于0的图形 不通过第几项线 我们这种题目要怎么解 这也是直线方程式 与项线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怎么解 假设 他已经知道 aba在第三项线 是不是在这边 有很大的提示给你 那我就可以知道 第三项线是什么东西呢 第三项线 所以这是负 这也是负 所以可以导致 a小于0 但是 小于0 ab要大 也要小于0 a小于0 那就可以很决定 ab要大于0 由第三项线 是不是可以推导出 这个观念 那已经知道 a小于0 b大于0了 那我们把s带0 s带0 这个0带进去 b是不是要等于负的ab b跟b消掉 因为b大于0 所以y就等于负a 那这时候再把y带0带进去 y带0带进去 那x ax是不是要等于负的ab 那a跟a 是不是又可以消掉 那s是不是就等于负b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形画一下 是不是就等于 0负1带进去 0负a 因为负a是 负a是大于0 有没有看到 0负a 负a大于0 所以要画在这边 那 负b b是大于0 负b 所以负b b大于0 负b是不是小于0 负b是不是小于0 所以负b的图形是这样的话 不通过第几项线 不通过 答案就是不通过第四项线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平面图形 那希望大家同学能够学会 那我们下次再讲一些其他的单元 让同学能够学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